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艰难 疫情导致嘛 然后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辛苦吧 疫情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各个方面吧 没什么感觉 我照常上班啊 可能我个人 对疫情恐惧感没那么强烈 愁上 上班年我们的经济方面还是比较有压力 窄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嘛 然后包括办公也是 居家办公为储 充实的吧 疫情期间 然后在家 然后上了很多的线上课程 医护人员 然后各行各业 真有在一线吧 因为我们如果可以在家办公 他们不能 跟防疫有关的社区啊 医院啊 这些人的工作可能是压力比较大 我要是国家政府吧 我觉得政府的力度让我能看到 还是把老百姓搁在第一位 我的同事都是干商业的 商业在疫情期间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共同的一块奋斗 也非常的不容易 快递 快递小哥 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应该说是他们给这个 大家带了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我觉得我的老师都做得挺好的 他们在我们背后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带我们上网课 其实我对于就是就是司机朋友们 其实也是想表示感谢的 他们这时候也是就做了一个公共的服务 然后也没有拉队 然后觉得还是很好的 警察呀 公务员 社区的工作者 志愿者 他们都很不容易啊 就是在这种对新冠还完全不太了解的这种状况下 都奋战在一线奋勇向前 我觉得是一种贡献嘛 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充分利用时间 就是去干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在家里也浪费了 包括去多挣一些钱吧 但是现在很多东西受到很大的约束吧 没去上学吧 因为毕竟也是很久没有见到同学了 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觉得 我来北京北漂 觉得还是没什么遗憾 放假小孩子很闷的慌 没有地方去 什么各种管啊都去不了 本来这新年有很多计划都搁置了 只能是重新开始 最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及时的反应过来 然后可能在收入方面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可能在三月份左右的时候 然后也及时的进行了调整 然后到目前面觉得还可以吧 通过疫情之后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能够认识到 这个生活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消费啊或者攀比啊 其实都可以简单一点 生命很珍贵啊 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很珍贵啊 就是很多类似的吧 然后大家都也都很不容易 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嘛 起码我觉得咱们中国 祖国做的真是比较到位 在快很快的节奏当中啊 突然有疫情这样一个冲击 实际上呢也相当于是一个缓冲 也能说实话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工作 和学习上的那个 以前可能过于仓促的一些这个决定 可能更多的就是现在 大家真的需要一个线上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即便是不上班 也有一个就是税后这样的一个收入 真的是生活不容易 但是每个人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住 因为就是希望总会来的 只看你什么时候到 但是他一定会来的